晴空万里 海天一现 位在高雄迄近的古山渔港 这天很不一样 挂满大鱼鳍的船只 缓缓驶出港口 五彩缤纷的旗帜 与湛蓝的海水形成鲜明对比 船才刚刚出航 就立刻吸引大批目光 就连跑船多年的老船长看了 都相当感动 就喜气洋洋 有那种节日的气氛 好像在过节 我觉得也是有感受到 那个气氛 那种祝福的气氛 那种分享的快乐 你先勾上去 勾得上去吗 它勾在那个 我们反向 色彩鲜艳的大鱼鳍 有称顺风鳍或是进水鳍 最早从日本引进台湾 是民国三四十年代 新船下水的鹤里 旗帜上各种鱼虾贝类等图案 以及大鱼满载等字样 就是为了祈求 鱼船出海 能够一帆丰盛 满载而归 那台湾比较有多的特色的话 他们会注重在文字上面 比如说写满载 那像我们看到的载字边 会多一个人字旁 传出去 除了捕鱼 丰收回来 那也希望就是人也会平安回来 所以他们就在载字边 会多一个人字边 旗子挂得越多 代表它的这个交友更广阔 每一个人都献上一个 写上满载或大鱼相关的祝贺池 只不过这种彩色大鱼旗 随着时代变迁 已经默默地消失在台湾将近半个世纪 为了让它风华再现 一群年轻人展开了一场复兴运动 现在就是要做 就是传统志祺的糯米糊 那糯米糊其实成分就是 米糠 石灰跟糯米粉 按照比例 耐心搅拌 手工调制的糯米糊 是大鱼旗制作的基底 因为糯米糊具有防染防晕的效果 可以利用它划出各种线条以及图案 糯米有粘性 然后米糠可以增加它的厚度 然后石灰可以保住它的水分 水量如果太多的话 会不够粘 或是石灰可能量过多或过少都不行 这里是大鱼旗的创作基地 团队成员利用糯米糊勾勒出底涂线条 再撒上黑色细砂增加厚度以及硬度 所有工序全都遵循古法 在用色上也着重大胆鲜明 象征大海的豪迈奔放 大鱼旗其实它的用色非常没有逻辑 然后越明显越对比越好 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海面上一望无际 所以你旗帜的颜色越跳通 它其实越明显 越容易就是被识别 染料水分的拿捏画笔使用的方式 每一步都有点小心 更特别的是上色时必须悬空作画 为什么刚才有说要悬空作画 它除了就是水是往下 然后它就不会晕染到隔壁的隔位 我们每次画完 就是真的是都是出力到肩膀 然后整个汗 画完一幅图就是整个人大虚拖这样 也因为工序繁复 一幅大鱼旗得历经上湖 涂色 晒干和定色等将近十道工序 耗费数天到数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成 但这种手工胡染的技术 渐渐被电脑以及网板印刷取代 制作鱼旗的记忆也几乎失传 老师傅过世 我们觉得这样属于其境在地的文化 如果这样消失会非常可惜 我就一直在想说 我们到底有没有机会 再去把它复刻出来 那它可以呈现出整个大港文化 一个非常独特的样貌在 这应该是所会的吗 它用印的 对啊 都印的 这边是五五四上面的 对啊 这边也是 这个也都是 黎智是高雄人 外公曾经在澎湖宝船 因此从小到大就对大海 有着很深的情感 从事文石工作的她 对大鱼旗的没落感到相当不舍 于是召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伙伴 共同成立了山金屋的团队 希望能够复刻这种珍贵的记忆 我们在开始投入大鱼旗的时候 传统的制法 其实它说也没有人在做 然后甚至它连工具都丢掉了 所以我们要整个真的开始投入的时候 其实也遇到蛮大的困难 就是连工具都没有 那我们要怎么从就是零开始 等一下要掉哪里 后面哪一个 对啊 就是把它勾这边 勾这边勾这边勾这边 三个门外汉从迄今出发 展开一连串的田野调查 跑到了依赖南方澳 屏东澎湖学习 甚至远赴北海道冲水举巾 好不容易搜集完资料 但鱼旗上的图要怎么画 字要怎么写 又是门学问 于是他们找到了 印染行的老板吴明昌 至其超过48年的他 是台湾少数仅存的鱼旗师傅 为了说服他传授技法 可是让三人吃足苦头 彼此我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 就以为诈骗集团 学生去学这个东西根本是不可能 因为传奇这一类的 根本是很那个困难度非常的高 而且是从零开始 你这个要挤的力道 配合那个速度 力道越大速度要越快 你力道挤很大 速度就停在那边 它就整个线条就没了 速度还有力道 都要控制得当 在师傅的教导之下 让大于奇得以踏上复兴之路 看着这么多年轻人 加入传承行列 吴明昌的心中 也对传统文化的价值 产生了改变 它是我的年轻中年的一些 生活会的来源 我对这个东西 我是以前是以商业利益来 来看待我这个工作 是退休以后 遇到他们以后 才知道说 这个其实可以把它当作 是一种公益 这个手工益有传承 有人传承 我也很高兴 他们真的是 这几个真的是 很好很棒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大于奇 团队们还设计了一系列的文创商品 让年轻人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它的魅力 出一点往里的方向拉 出一点力气 慢慢的 然后看到它颜色渐渐呈现出了 这天的课程是DIY的卷影体验 以大于奇的缤纷图案 印在桌垫上 让于奇文化融入日常生活 原来大于奇以前在高雄 是这样子的历史的发展 然后觉得蛮有趣的 然后到现在又结合了 这样子的文创的桌垫 带回去还可以跟家人介绍 高雄的历史 然后又可以在生活中使用 觉得蛮好的 我们希望大于奇这样的文化 除了在新船下水的时候 会使用到之外 也可以在我们长民文化里面 人生的重要时刻 也可以收到这样的祝贺 使传统文化更是一种祝福与心意 透过团队的努力 六年下来越来越多人认识了大于奇文化 还有渔船定制他们的手工旗帜 成为新船下水的礼物 甚至连日本渔船的船人也特地来台交流 让他们十分感动 有一个民众他跟我们分享 他小时候看到大于奇很生气 因为他爸爸可能是远洋渔业的 就是回来休息几天或几个月 然后就要再出航 一去就三年 你就说我看着机子就三天看不到老爸 这样子 他爸爸过世之后 他现在在柜上看到我们 就是有在做这样的文化复兴 他就说看到这个他又想起他爸爸 对他爸爸的情感上的连结 又是透过渔旗来做一个回忆 年轻人凭着执着与毅力 一步一步将彩色大于奇绑回渔船 他们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重现旗海飘扬的盛况 我很希望说传统的染印的大于奇 重新在高雄港上飘扬 大于奇它作为一种纪念 或者是一种祝福的一个旗子 它很像一张一张明星片 上面有不同的人给这个船东的祝福 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这个大于奇 它就像以高雄为印象的这样明星片 不断地去跟不同国家做交流 彩色的大于奇承载着时代的记忆 与满满的祝福 在海上飘扬的同时 也期待未来能够继续使向更遥远的一方